这是一部05年上映的韩剧 年份足够久远 比有些观众的年龄都大 看她经过岁月的洗礼 依旧能让人发笑 这就是经典韩剧 我叫金三顺 这个舞得严严实实的女人 正在跟踪自己的男友 眼睁睁地看着男友 带着一个女人进了房间 她小心翼翼地趴在门上偷听 又趴在地上偷看 直接敲开了门 看着男友惊慌失措的样子 她决定要给男友一点教训 还来不及做点什么 女人就被服务员拉回了现实 却趁机提出了分手 这个倒霉的可怜女人 正是本剧的女主角金三顺 今年已经30了还单身一人 长得不算漂亮还有点小胖 正躲在厕所哭呢 就被敲门声打断了 怎么都说了有人还敲门 眼线都哭花了的三顺生气地打开门 面前的帅哥毫不留情地嘲讽三顺 是在男厕所里面喂奶吗 三顺这才发现自己跑错了到了男厕所 立马又关上了门 男人都洗完手了三顺还不出来 就好心地上前开导她 天底下多的是男人 男人其实都是一个德行 想到了什么又小声说了一句 女人也好不到哪去 刚刚渣男在大厅跟三顺分手 坐在旁边相亲的正轩刚好也听见了 不免有些可怜三顺 而他为了躲避相亲 故意用轻浮的话惹怒了相亲对象 果不其然被泼了一杯水 正轩是个典型的富二代 自己经营着一家茶餐厅 刚到餐厅就被告知蛋糕师傅辞职了 正轩就找母亲借个蛋糕师傅给他应个急 母亲却因为他之前破坏了相亲拒绝了他 这边三顺正带着自己做的蛋糕去面试 长都没长就因为他年龄大而拒绝了他 三顺只能失望地离开 看到后厨里大家忙碌的身影 三顺很是羡慕 正在偷窥呢 正轩走了过来 跟转身的三顺撞个正着 西装上的钮扣还把三顺的头发勾住了 三顺想慢慢解开 正轩可没那么多耐心 带着三顺就进了后厨 拿了一把剪刀不顾三顺的阻拦 直接把那一撮头发剪断了 三顺心疼地看着自己的头发 正轩却忙着和主厨商量事情 看着男人无视自己 三顺拿起手里的蛋糕就砸了过去 不能说被砸的正轩一脸猛逼 只能说是一脸蛋糕 三顺气愤地说这是自己做的 姑且就不收你钱了 说完转身就走 回过神来的正轩抹掉脸上的蛋糕 却不小心尝到了一点 顿时惊为天人 众目睽睽下吃着地上的蛋糕残渣 这是他一直想找到的那个味道 气冲冲地三顺去厕所整理头发 没想到又跑错了厕所 尴尬离开时突然想起 正轩就是那个在厕所骂自己变态的人 正要离开大楼的时候 三顺听到身后有人在叫他 一回头证实正轩 三顺还以为是要找自己算账 拔腿就跑 在门口拦下一辆出租车正要走 正轩却强硬地挤了上来 他问三顺刚刚的蛋糕是他自己做的吗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 正轩递给他了一张名片 让他明天去面试 第二天三顺带着自己做的甜点 给正轩和餐厅负责人们品尝 得到了所有人的一致好评 三顺第一次露出了自信的笑容 正轩当场通知三顺明天来上班 三顺却要求把金三顺的名字改成金锡珍 正轩表示除了锡珍这个名字其他都行 三顺却坚持要锡珍这个名字 正轩有点生气 他说自己不喜欢重复同样的话 三顺也不松口 要么就叫他金锡珍 要么他就走人 僵持了一会 正轩还是妥协了 这天三顺又来参加一场相亲 他想这次一定要成功把自己嫁出去 照片上的相亲对象是个老帅哥 三顺看着坐下的男人很是满意 果然不是照片 两人聊得很愉快 碰巧正轩也在这里参加相亲 他还是故技重施 一上来就说女人准过容 但这个女人内心素质十分强大 居然不为所动 正轩赶紧妙顿 于是就看到了正在相亲的三顺 煞时间他就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他走上前去抓住三顺的手 嘴里念叨着什么 你快起来我们这就去找我妈 不仅相亲难吃惊 三顺自己也猛了 这是揍卖呀 三顺虽然甩了正轩一个大嘴巴子 但是两人的相亲都被搅黄了 目的达到的正轩很开心 大龄圣女三顺却很生气 他让正轩把他的退职精准备好 自己跑出去喝梦酒了 正轩心里还是有一丝愧疚的 就偷偷跟着三顺 三顺喝醉后他就把人背走了 一路上忍受三顺发酒疯 第二天醒来的三顺才发现 这不是自己家 一推开门就看到了正轩洗澡的惊爆场面 而自己身上的衣服也被人晃过 三顺以为正轩趁他喝醉飞离了他 生气的就要上去捶他 正轩当然要反抗 昨晚喝醉了酒的三顺问不出地址 他没把三顺丢在街上已经很不错了 三顺的呕吐味道很难问 他只好帮他脱了外套 两人正在争吵的时候 正轩的母亲没打招呼直接进来了 他本想找儿子算账 为什么又破坏了相亲 却正好看见了三顺一山不整的样子 三顺害羞地躲回床上 正轩被母亲拉到一旁一顿胖揍 事到如今他干脆将计就计 骗母亲说自己正在跟三顺交往 母亲勉强接受了三顺 但他还要对三顺进行一系列的考察 正轩把假扮情侣的想法告诉了三顺 三顺一口饭就喷到了正轩脸上 他问正轩为什么偏偏找他假扮情侣 正轩说因为我们彼此看对方不顺眼 而且我们都不会爱上对方 虽然很有道理 但是三顺还是拒绝了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 三顺让正轩不要和自己同时进入餐厅 心里看到三顺就是劈头盖脸的一顿责骂 骂三顺不应该第一天上班就迟到 这时正轩走了过来 随口说道 不要骂得太凶 他昨晚是和我在一起过夜 听到这句话的众人都惊呆了 三顺真是百口莫辩 这天三顺在餐厅遇见了一个熟人 彩丽直接喊出三顺原本的名字 吓得三顺连忙捂住彩丽嘴巴把他带到外面 他告诉彩丽自己现在的名字叫金锡珍 彩丽说不久后会在他们餐厅举办订婚宴 三顺开心真诚地祝福了他 可三顺没想到的是 彩丽的未婚夫竟是自己的渣男前任 二人尴尬地打了招呼 心照不宣地装作陌生人 三顺想到自己竟然要帮渣男做订婚蛋糕就后悔 晚上三顺突然接到了前男友的电话 车上渣男询问三顺最近的生活 三顺说自己交了新男友 渣男立马指责三顺跟自己分手才多久 怎么能这么快就找别的男人 还说自己心里一直有他 这把三顺都气笑了 什么渣男语录啊 不理会这个渣男三顺直接回了家 一到家就听到争吵声 原来叔叔之前把房子做抵押 开了一家工厂 现在工厂倒闭了 要把房子收回去 三顺看着这个爸爸辛辛苦苦攒出来的房子 回忆起和爸爸在这个房子里的点点滴滴 心里十分不舍 为了守护爸爸的心血 三顺决定答应郑轩 但有一个要求就是郑轩要借给自己5000万 郑轩立马写下了支票 还豪气地说如果能够成功 骗过他的母亲罗女士 这笔钱就可以不用还了 说完就拉着三顺的手在所有同事面前 公布了二人的恋爱关系 这可气坏了餐厅所有女性员工 郑轩又带着三顺来到商场 他为三顺挑选了一套罗女士会喜欢的衣服 虽然但是还是有点暴看 三顺拘谨地坐在沙发上 罗女士毫不客气地开始向三顺提问 首先是年龄 三顺说自己今年30岁了 罗女士心想这年龄可不小了 郑轩却插嘴说这年投你的大三岁不算什么 罗女士让儿子闭嘴 又问三顺爸爸在干什么 三顺说爸爸在三年前已经过世了 原来是单亲妈妈养大的 罗女士也不忌讳直接问三顺爸爸在世的时候 从事什么工作 三顺想了想回答说从事的是食品行业 罗女士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让三顺具体说说 结果三顺的爸爸只是经营着三顺家年米店 好吧又问三顺的妈妈在干嘛呢 三顺说妈妈针对市场人员从事小规模金融业 罗女士微笑着问小规模金融业是信用合作社吗 单纯的三顺认真回答她在放小额的高利败 罗女士几经变脸 摸不着三顺到底是真的单纯还是段位太高 他最后问三顺到底有多爱自己的儿子 为了五千万三顺表示虽然两人认识时间不长 但自己却深爱着正轩 还真值得比了一个心 正轩对三顺的表演十分佩服 真是找对了人 厕所间里 三顺想起刚刚自己说的那些话恶心的想吐 罗女士正跟儿子吐槽起三顺 说三顺学历不高 长得像个肉包子 声音跟个得了重感冒的小猫一样 正轩却说三顺比母亲介绍的那些相亲对象好多了 罗女士却问她 难道真的忘了前女友戏真了吗 正轩立马就变了脸色 罗女士看她这个样子 说如果三顺这个女人能让正轩忘记过去 就考虑让两人交往 三顺在楼上发现一个小女孩 面对三顺的热情 小女孩只是微笑却不说话 这是正轩的侄女美珠 因为经历了一场事故从此不再说话 做完蛋糕的三顺听到悠扬的琴声 是正轩正在为小侄女弹琴 助理问三顺要不要点歌 三顺点了一首正轩前女友最爱的歌 Over the Rainbow 正轩停住了动作 推托说没有琴谱不会弹这首歌 三顺还以为这是正轩不想为她弹琴的借口 直到正轩衰情而去 助理这才告诉了三顺关于这首歌的来历 正轩带着三顺来到一家餐厅吃饭 他让三顺以后不要要求她做任何事 不要一直发问 不能要求她弹她不想弹的曲子 三顺也很不爽 假装情侣是正轩提出来的 现在却又趾高气扬 三顺起身想走 却被正轩拉了回来 他搂着三顺说 那个穿着风衣的男人是罗女士的手下 一定是在监视他们两个是不是真的情侣 这次之后两人签订了恋爱契约书 一直到2005年12月31日为止 都要假装谈恋爱 不可以对金三顺有任何技术接触 可以假装谈恋爱 但绝对不能真的谈恋爱 虽然是假装谈恋爱 但是不允许我的女人去见别的男人 也不可以相亲 三顺的二姐看着两人签下的契约内容 觉得幼稚又好笑 这天餐厅来了一个很瘦弱的女人 三顺说餐厅已经打烊了 可女人却说她是来找郑轩的 但是郑轩刚好出差了 女人失望地表示下次再来 临走时却问三顺 可不可以点杯咖啡 咖啡师傅也已经下班了 为了不让女人失望 三顺就请她喝了一杯员工咖啡 顺便拿了一份自己刚做的蛋糕给她 女人看到了三顺名牌 她惊讶地说两人的名字竟是一样的 随后女人品尝三顺的蛋糕 给出了很特别的评价 三顺觉得自己遇到了知己 殊不知眼前这个女人 就是郑轩的初恋女友 郑轩回来后 三顺就告诉她 昨天有一个叫做西真的女人来找过她 郑轩脸色变了变 三顺好奇地问 那个叫做西真的女人跟郑轩什么关系 没想到郑轩却突然变脸 问三顺契约书的第四项是什么 第四条规定金三顺 不可以对玄正轩过度发问 不愿回答的是不能问两次以上 三顺为郑轩这么自以为是很生气 冲上去理论 心情烦躁的郑轩一拳 就打碎了三顺旁边的玻璃 把三顺下待在了原地 第二天郑轩却突然手捧玫瑰花送给了三顺 还在餐厅众人面前 对着三顺说了一些肉麻的情话 大家都特别羡慕三顺 有一个这样浪漫多金的男友 但这一切都是郑轩故意做给母亲看的 三顺也心知肚明 虽然看对方不顺眼 但戏还是得演下去 罗女士这边果然立马就收到了消息 按照她对郑轩的了解 她绝对不会喜欢三顺这样的肉包子 这边郑轩带三顺来到一家有名的甜品店品尝借鉴 没想到在这里却碰到了彩莉和她的未婚服 看着三顺尴尬的样子 郑轩也想起了面前的男人 正是三顺的前男友 彩莉好奇地问听说郑轩谈恋爱了 郑轩大方介绍了自己女朋友 说她今年30岁 稍微有点胖 不过胖的人也不是完全没好处 因为抱起来很柔软像棉花糖 她就是年米店的三女儿 要成为我国顶级糕点师傅的金三顺小姐 看着两人吃惊的脸 三顺终于舒服了 郑轩向三顺道歉 如果早知道对方的身份 自己就不会答应让三顺制作订婚蛋糕 三顺却表示自己现在已经无所谓了 郑轩安慰三顺说 爱情只是以为体内分泌的荷尔蒙 而她的保质期也不过两年 所以分手只不过是荷尔蒙到期了 三顺却不认同 她说从来没有轻易地去爱过一个人 开始的时候也会充分地思考 结束的时候也是一样 不管荷尔蒙分泌过多或者是干掉了 她都会用真心去爱一个人 郑轩突然腿疼 看着疼得不能走路的郑轩 三顺带着郑轩到附近的私人电影院休息 郑轩本想安静休息 看电影乐不可知的三顺却不停地打扰她 隔壁的小情侣也发出让两人都尴尬的声音 三顺好奇地问郑轩为什么那么反感相亲 郑轩说自己不想谈恋爱 三顺还以为郑轩喜欢男人 看着三顺一样的眼神 生气的郑轩抓起了三顺的手就要证明自己 她把三顺按在沙发上 自己缓缓靠近 差一点就要亲上去了 三顺心跳如雷 不自觉地闭上了眼睛 结果郑轩还是放开了她 上班的时候三顺总是不自觉地回想起这一幕 心中一阵小路乱撞 餐厅里一对情侣正在约会 女人从蛋糕里吃出来一枚钻截 还来不及开心呢 另一个女人就冲出来一把夺走了戒指 抓起年轻女人的头发就开打 这个男人背着老婆养了个小三 看到小三挨打 男人正想帮忙 却被郑轩拉住了 男人灰溜溜地跑了 原配却坐在地上哭了起来 哭得郑轩一个头两个大 三顺走过来安慰了女人 还自作主张女人 可以免费品尝餐厅的美酒和蛋糕 而且还有单独的钢琴演奏 表演者自然就是老板郑轩 没想到不可好巧不巧的优点了 Over the Rainbow 郑轩犹豫良久 最终还是妥协了 音乐声响起之后 郑轩的初恋西珍居然也出现了 当年郑轩出了车祸 进行了五次手术 在她最艰难的时候 最爱的女友居然不辞而别三年 听着郑轩的埋怨 西珍哭着表示自己是有苦衷的 郑轩却不想再听无谓的辩解 转身就狠心地离开了 三顺下班的时候 看到了喝闷酒的郑轩 听她倾诉后不免有些同情 就把喝醉的郑轩带回家照顾 第二天醒来的郑轩 看到三顺吓了一跳 三顺说是郑轩非抓着她不让她走的 两人吵吵闹闹闹的时候门铃响了 西珍想来跟郑轩解释当年的误会 进门却看到了三顺 西珍表示想和郑轩单独谈一谈 三顺自觉就要离开 郑轩却一把抓住三顺的手 说她正在和三顺谈恋爱 西珍伤心地离开了 单纯善良的三顺却很反感郑轩的做法 觉得郑轩这样做对女人来说太残忍了 被烦得不行 郑轩却让三顺闭嘴 毕竟三顺根本不知道 过去西珍对郑轩有多残忍 三顺昨天彻夜未归 二姐便来到三顺工作的地方来找她 她点了好些菜每个菜却几乎没有动 厨师长还以为这些菜不合她胃口 特地做了一份自己最拿手的甜点 二姐却说自己正在减肥拒绝品尝 厨师长终于爆发了 斥责二姐为了结识 连这么难得的可丽饼看都不看 逼着二姐吃完才能离开 两人就这样炒了起来 可丽饼就飞了出去 刚好砸在了郑轩脸上 看来郑轩的脸是垃圾桶 什么都往她脸上飞 西珍为了和郑轩和好 找到三顺想说服她放手 但三顺想到了那五千万 只能回绝了西珍 假装自己真的很爱郑轩 一人过马路一人开着车 互相幻想着两人会为了郑轩打起来 事实上什么都没有发生 跟三顺和侄女度过了愉快的一天 晚上郑轩回到家却看到西珍在等她 两人吵了一架再次不欢而散 看着跑出去的西珍 郑轩这次追了上去 刚到西珍家门口 就看到一直追求西珍的美国老亨利 正抱着西珍安慰 郑轩只能失落地离开 在渣男和彩莉订婚的前一夜 渣男找到了三顺 想要跟三顺重新开始一段地下恋情 三顺早就看穿了渣男的本质 把她胖揍一顿 渣男又说出了经典语录 彩莉可爱又讨人喜欢 但和三顺相处起来更舒服 所以两个她都要 精彩真是太精彩了 第二天订婚宴如约举行 三顺做的订婚蛋糕 得到了大家的称赞 看着渣男和彩莉幸福的样子 三顺回忆起了她曾经甜蜜的爱情 不自觉哭了出来 这一幕刚好被郑轩看到 晚上三顺独自借酒交仇 郑轩教三顺弹钢琴逗她开心 这微妙的气氛让三顺沉醉 不自觉就和郑轩接吻了 清醒过来的三顺一把推开郑轩 一个人在雨中跑回了家 第二天两人还是要一起工作 有些别扭和尴尬 郑轩就发短信把三顺约到了办公室 二人为昨晚的行为互相道歉 还统一战线绝对不可以爱上对方 郑轩让三顺明天要穿正式一点 一起去几周到 三顺与这样的家族盛会格格不入 她的穿着确实有点暴侃 渣男看到三顺落单了 赶忙上来搭讪 还拿出一条项链要送给三顺 郑轩看到后拿起项链就丢进了水里 两人扭打成一团 三顺也冲上前狠狠咬了渣男一口 彩丽看到后也加入了战斗 两个女人又开始了扯头发大战 战况比男人这边更激烈 这可看傻了两个男人 连忙歇战上前拉回各自的女友 三顺还是忍了一手准备和郑轩离开 渣男却再次用言语挑衅郑轩 郑轩直接把他丢进了水里 这下该消停了吧 因为这件事郑轩要求三顺 以后不管是哪个家伙或谁 只听他说话 三顺还以为郑轩这样说是喜欢上了他 悄悄默默地沾沾自喜 房间里三顺帮郑轩上药 他追问刚刚郑轩说的话 郑轩却说让他别误会 他才没有喜欢三顺 看着三顺这么好逗的样子 郑轩不自觉地靠近他 躺在三顺肉乎乎的肚子上 他向三顺讲述了三年前发生的事情 那时候郑轩和哥哥嫂嫂 带着侄女美珠一起外出 没想到却在郑轩开回来的路上发生了车祸 哥哥嫂嫂当场去世 侄女也因为惊吓过度再也不肯说话 郑轩把这场车祸的责任归于自己 三顺心疼地尽力安慰郑轩 两人在酒店大堂碰见了西珍和亨利 西珍想和郑轩单独聊聊 三顺却强行拉走了的郑轩 他现在已经喜欢上了郑轩 自然会吃前女友的醋 车上的郑轩发现自己还是舍不得西珍 就硬要下车追回去 三顺看着郑轩 鼓足勇气地向他告白了 想让郑轩留下来 但是郑轩头也不回地走了 郑轩找到了西珍 想要认真听西珍解释 最后还是亨利告诉了他当年的真相 原来三年前郑轩发生车祸时 西珍得了癌症一个人躲到美国之病去了 得知真相的郑轩立马和西珍相拥在一起 把三顺抛到了脑后 两个人终于兵事前嫌 三顺一直在餐厅等郑轩 而郑轩却在家里和西珍里蒙我蒙 郑轩三天没有来上班了 三顺以为他生病了 一大早就做了蛋糕和粥去了他家 开门的时候三顺看见了西珍 心里顿时不是滋味 放下东西就跑了 可是又想到了什么 再次敲开郑轩的门 狠狠给了他一脚 三顺说郑轩背弃了他们的合约 说好恋爱期间不能劈腿的 郑轩追了出来 在电梯里向三顺坦白自己要和西珍重新开始 他说是自己违反了契约 当初的五千万可以不用还吗 三顺气地给了他一个大逼斗 这边罗女士却找到了西珍 看到西珍这瘦弱不堪的样子 罗女士希望西珍以后不要再和郑轩见面 西珍跪在地上苦苦哀求 他说自己的病已经痊愈 希望能够再给他一次机会 自从车祸后 罗女士只剩了正轩这个儿子 虽然他也很喜欢西珍 但他害怕西珍的病将来会复发 自己再也不能承受一点打击了 三顺因为正轩的原因心情低落 只能再次一个人来喝闷酒 醉醺醺的时候好像看到了去世的爸爸 他向爸爸哭诉自己的伤心事 爸爸说让他向正轩认真表白 如果正轩拒绝 你就说谁稀罕 然后再狠狠给他一拳 三顺被自己幻想的爸爸逗笑了 二姐却突然出现了 说又哭又笑的三顺像个疯子 劝他要认清现实 和二姐回家的路上 三顺却接到了罗女士的电话 说明天会带三顺去个地方 三顺站在路边时不时整理下衣服 想给罗女士留下好印象 在车上三顺本想坦白和正轩的关系 但罗女士却不给他机会 他根本不在意这个 现在他想利用三顺赶走西珍 之后再赶走三顺 他们的目的地是一座寺庙 今天是正轩哥哥嫂嫂的忌日 这种场合带着三顺 就等于承认三顺的儿媳的身份 郑轩却直接告诉妈妈 自己已经和三顺分手了 罗女士却说她不同意 比起三顺 她更不喜欢病奄奄的戏真 郑轩又去质问三顺 为什么不提前告诉她今天要来的事 还让她以后只能听自己说的话 三顺气愤地表示以后 不想再被她利用 丢下一封辞职信就走了 又累又饿的三顺 看到了正在等她的郑轩 手里还捧着一束花 郑轩说自己不能失去 三顺这么优秀的员工 三顺便刁难郑轩说 要像电影里一样半跪着送花 郑轩无奈赵左 半跪下后 三顺却说郑轩的诚意 没有打动自己 她还是会辞职 为了能安心离开 三顺把手艺交给人会 就在这时 得知三顺和郑轩分手的彩莉 前来嘲讽 心情不好的三顺得到出气筒 自然是使劲发泄 用面粉糊了彩莉一身 再次跑错了厕所 正巧隔壁坐着的就是郑轩 郑轩那边还没有手指 她只能拉下面子 问三顺要手指 三顺说自己这边也没有 教郑轩要么用手指头 要么不擦 要么用别人用过的手指 还问郑轩选哪种 郑轩都给整猛逼了 她问三顺会用哪种 三顺说自己会选择用袜子擦 郑轩吃惊地看着自己的袜子 戏弄完的三顺心情颇好 说等下来给他送纸 结果直到吃晚饭的时候 也没见郑轩的身影 三顺开心死了 总算报仇了 妈妈在秋千上看到 正默默落泪的三顺 追问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三顺不肯说 二姐便提她说了 恋爱契约的事情 第二天气冲冲的三顺妈 就来到餐厅大闹了一场 又拿出房产证 作为五千万的交换 让三顺立马辞了职 三顺离开后 郑轩总是能在各个地方 看到她的踪影 家里的粉红小猪 好像就是三顺的化身 催着她起床吃早饭 扔掉了一只猪 还有第二只猪 为了能够彻底忘记三顺 郑轩还是扔掉了那只猪 三顺为了有个新的开始 再次申请了金希珍这个名字 她从小就被人嘲笑 金三顺这个名字吐气 现在初审终于通过了 还换了一个新的发型 这天郑轩和希珍 带着侄女出来玩 郑轩还不自觉地 把希珍叫成了三顺 这让希珍开始不安 她感觉自己和郑轩之间 已经产生了很强的距离感 三顺又开始相亲了 两人聊得很不愉快 这一幕刚好被彩莉看到了 她就打电话 把这件事告诉了郑轩 相亲男离开后 三顺遇到了第一次的相亲对象 两人再次相谈甚欢 三顺想两次相亲 都能遇到同一个男人 他们之间一定有特别的缘分 自己一定要好好抓住这次姻缘 没想到赶来的郑轩又想搞破坏 这次三顺选择不理他 让男人带着自己离开 为了带住三顺 郑轩就骗三顺说人会受伤了 跑回餐厅的三顺 才发现人会只是手上擦破了皮而已 气愤地冲到郑轩的办公室要个说法 郑轩却说三顺忘了七约规定了 除了他之外 三顺不能跟别的男人见面 三顺却说七约早就取消了 推开郑轩就跑了 郑轩一直追到三顺家门口 三顺说自己是为了保住这个房子 才借了五千万 没想到郑轩会一直那这个喜梦他 还有他好不容易和相亲对象有了缘分 也被郑轩给赶走了 郑轩不知道自己其实是吃醋了 他霸道地要求三顺不要再见别的男人 还说三顺其实很有魅力 渣男听到了两人的谈话 又跟郑轩打了一架 三顺把两人都赶走了 想着自己怎么这么倒霉 一个男人张口闭口就是五千万 一个男人还是个变态色情狂 有一说一郑轩也有点渣 上一秒才把女友送回家还来了个稳别 后一秒又忍不住打电话找三顺 他逼着三顺大半夜去他家取走自行车 威胁三顺现在不来就马上把他卖掉 三顺也只能不情不愿地来把车推走 车胎被扎破了 只能让郑轩开车送回家 路上西真打来了电话 郑轩本不想接 三顺却说如果一直不接很像是在搞外语 郑轩只好接听了电话 还骗西真说自己在听音乐 没看路况的郑轩差点出了车祸 三顺只能出言提醒他 西真也听到了三顺的声音 郑轩只好找借口挂断了电话 他把车停在路边 恼羞成怒地怪罪三顺 三顺却说明明是郑轩自己做错事 说自己虽然只会烤蛋糕却不会劈腿 这可戳破了郑轩的心思 两人不欢而散 第二天渣男又来找三顺 还拿出戒指来说自己这次是真心的 三顺拿起手机假装打给他的未婚妻 渣男见状果然慌了 郑轩得知三顺和前男友在一起心烦意乱 实在接受不了就再打了渣男一顿 带着三顺走了 他把三顺拉进了男厕所 至于为什么是男厕所 可能是三顺跟男厕所有缘吧 郑轩终于跟三顺表白了 两人还在男厕所亲了下去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西真该怎么办 三顺当然不想当小三 他让郑轩在处理好事情之前 不要再来招惹他 三顺的改名申请终于被批准了 为了开始新的人生 他决定独自一个人去登山 这是他和郑轩以前的约点 山顶上狂风暴雨 三顺在风雨中大声吐露了自己的心事 却突然有人叫了他一声 郑轩在这里等候多时了 郑轩为三顺准备了零食和海带汤 说自己不希望三顺改名字 晚上两人一起过夜 往日高傲的郑轩此时却在为三顺捏脚捏腿 还想与三顺的关系更进一步 三顺却一脚把他踹到了床底 表示自己减肥成功之前想都别想 这边罗女士发现郑轩和三顺又和好了 就再次前来考察西真 只要西真的身体健康 那他就是儿媳妇的首选 西真在罗女士的注视下努力吃着食物 罗女士想着西真还在练瑜伽 现在身体应该挺健康的 但是西真还是咳了出来 看来还是不行了 就这样罗女士放弃了西真 而西真也好几天没见到郑轩了 他心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果然郑轩还是向他提出了分手 承认自己已经爱上了三顺 西真心痛不已 每天都不肯吃东西 更加虚弱了 三顺却和郑轩开始了甜蜜的约会 他还写了要和男友必须要做的七件事 郑轩不同意 三顺就满地打滚 郑轩只好都听他的 郑轩决定去见三顺的妈妈 一大早就西装革履 手捧鲜花出现在三顺家门口 还带了一条狗作为礼物 三顺妈不喜欢郑轩 想担他出去 但是郑轩很上道啊 上来就 岳母 请先接受我一拜 无论他怎么努力 三顺妈都不吃他这一套 实在没办法了 郑轩就慌称三顺已经怀孕了 三顺也立马接喜 三顺妈只好勉强接受这个便宜女婿 她拿出自家酿的酒 三顺去世的爸爸说过 选女婿一定要看对方的酒品 于是边喝边拷问郑轩对三顺的感情 郑轩靠着满腔真诚终于过了关 接受她之后三顺妈很快就 丈母娘看女婿 越看越合眼 一家人在家中开心K哥 郑轩立马变成岳母的粉丝 哄得三顺妈更加喜欢她 对她的称呼也从郑轩变成了轩 不停地叮嘱她多吃菜 觉得女婿吃菜的样子也很好看 三顺想改名字想了30年 但郑轩总是拍出不同的人阻止她改名 看着眼前标情大汉撕掉自己的身体 三顺又好气又好笑 郑轩得意洋洋地说 有她在决定不会让三顺改名成功 自从郑轩提出分手后 西珍就开始不吃不喝 终于成功把自己送进了医院 亨利只好找来郑轩来开导西珍 西珍的情绪渐渐稳定下来 她决定离开泡菜国搬到漂亮国去 与父母同住 她对郑轩唯一的请求 就是让郑轩送她回去 郑轩找到三顺征求她的意见 三顺虽然内心很不情愿 但想到西珍为郑轩的付出 还是答应了 郑轩把三顺紧紧抱住 感谢她的宽容和体谅 约定好一周后便会回国 可谁也没想到郑轩这一走 竟然三个月没了音讯 一家人从担忧到期待再到埋怨 三顺一直都渴望着 能有段完美结局的爱情 但是现实却给了她当头一棒 她再次遇到之前的相亲对象 这次两人直接开始了约会 下一步就是结婚 消失已久的郑轩却冲了出来 再次强硬地带走了三顺 她不停地向三顺道歉 甚至还在三顺家门口下跪 可三顺却狠心把她当乞丐打发 郑轩拉着三顺说着自己已经道歉 为什么还这样对她 三顺也很痛苦 大声说出了心里话 她说妈妈以为郑轩出了什么意外 嘴上不说心里却十分担心你 还质问为什么郑轩只寄看明信片给美猪 却不给她 这分明是不在乎他们这一家 郑轩连忙反驳 说自己一直有寄明信片给三顺家 三顺却不相信 还说郑轩活在梦里 郑轩再次敲响三顺家的门 却换来三顺妈的一盆冷水 和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 不死心的郑轩没有离开 反而蹲守在三顺家门口 一个快递员敲响了三顺家的门 有个快递送错了 一直送到他家 收件人的名字叫做三顺 箱子里全是郑轩寄来的明信片 原来是郑轩寄错了地址 这是一场乌龙罢了 三顺发现自己错怪了郑轩 他让郑轩背自家的地址 郑轩果然被错了 两人的误会终于解开 他来到三顺家里再次请求大家的原谅 说自己本来只想送朋友到了就回来 但却发现了很多有名的餐厅 于是就留下来学习了 希望以后能够给三顺更好的未来 而自己不敢打电话给三顺 就是怕听到三顺的声音 会心软迫不及待地回国 听完他的解释 大家也都原谅了他 这些明信片上都能证明 郑轩对三顺的思念 第二天郑轩就带着三顺正式见家长 罗女士依然看不上三顺 郑轩的叔叔却很喜欢三顺 就连美珠都开口喊三顺婶婶 罗女士把郑轩叫到房间 表示自己不会同意这门亲事 郑轩只好继续谎称三顺怀孕了 但罗女士可不是这么好骗的 他说正好有个朋友是妇产科医生 这下好了 郑轩必须拿出个真的孩子出来了 郑轩拉着三顺开始造人 三顺做了个梦 梦到宋子娘娘送了三胞胎给她 然后她就和郑轩凤子成婚了 一家五口过着幸福的生活 虽然这只是三顺的梦境 罗女士依旧不同意两人交往 但在三顺和郑轩看来 罗女士同不同意都不会影响两人在一起 虽然三顺偶尔也会担心 有一天会和郑轩分手 但她已经不再害怕 恋爱不就是这样的吗 不要因为担心分手就不去尝试 苦乐相伴才是恋爱的正常模式 但她相信 甜蜜才是最重要的基调和最后的归所